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你读懂全世界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丁雪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 这期封面故事又把我们拉回了俄乌战争 大家如果在封面设计上会看到 在所谓灰蓝色的封底前面 其实我们有看到是俄乌战场上面 可能有一些军人 有一些废墟 有一些卡车 还有一些飞鸟 那比较重要的是在上面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所谓的很多反坦克的一个巨马 在乌克兰很多人用称他为是 捷克刺猬或者是钢刺猬 那上面有三个人的照片 其实分别是乌克兰这边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 分别是乌克兰总统Zelensky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负责人 Zaluzhenny 还有所谓的地面部队的负责人 Zelensky 他们三个人呢 其实难得在俄乌战争爆发到现在为止 经济权第一次 同时跟他们三个人有一个面对面的访谈 interview 希望从他们的口中了解 他们对于乌克兰战士或者俄乌战士 未来几年的一个发展 那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其实特别强调现阶段看起来好像俄乌战争延宕 不前 也就是说战事没有太大的突破 不过呢 他们的所谓武装部队负责人的将军 Zelensky 特别强调 据他的情报得知 最晚在明年一月或春天 其实 俄罗斯的军队很可能会从东南部 甚至白俄罗斯重新发起一波非常激烈的进攻 那这样进攻的过程里面呢 其实在2023年其实会有更多的负面因素出现 那也因为这样经济学员based on他们三个人的访谈呢 其实再一次的呼吁西方世界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或者是军援 甚至协助他们收复更多的师徒 其实变成迫在眉睫的一个动作 那事实上呢 经济学员也强调 如果竞争的进入西方世界最近慢慢在成型的希望和谈 那对于乌克兰来说更不利 因为呢其实这等于在给普丁一个所谓喘息的空间 也对于俄乌战争能够顺利的结束会更加的不利 所以呢其实经济学员主要还是在强调 其实看起来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乌克兰的入侵 而西方阵营不应该因为担心或忧虑 开始推动所谓的喘息的空间 让俄乌战争在2023年带给我们更多负面的影响 以上就是最新一期经济学员佛命故事有关俄乌战争 针对乌克兰的三个最重要领导人的一个访谈之后 对于整个俄乌战争的一个看法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次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